說過了嗎 民進黨中央黨不拜託說 綠軍支持者這三天一定要守在電話旁邊 所以綠色民進黨的總統候選的支持比率一定會提高 那藍軍跟中間選民這三天並沒有守在電話旁邊 所以這是非常正常的 那再過一段時間再去做民調 就是一切恢復常態 所以這個數字對我們個人來說 並不具備很高的準確度 因為它是一個不太一個恆態 就是常態的狀態之下 是綠軍在動員 其他人沒有動員 所以我覺得這個只是參考一下 你覺得你有機會跟蔡英文總統對壘嗎 我曉得我們自己把自己該做的事情做好 自己要論述做出來 把自己的理念講出來 剩下當然就是民眾的民眾 我們在愛河產業 那愛河是不是太平凡 像這個書憲成友 我們小朋友在等 預計8月份就會大概 預計8月份 我們就會有 預計有三家廠商 想要對高雄愛河 愛神摩天輪 他們已經幫我們接觸了 他們也希望能夠參與 那至於愛河的水質 我想我們最近可能會辦一個類似一個活動 讓很多學校的學生 大家一起來參與 我們來研究一下愛河的水質 他的變化 我們這 昨天我還在討論這個事情 好不好 愛河是 最重要的 え看 想選友 好 來 我們 說 我們